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都有踢到脚趾头的经验 那你想说踢 踢吗 踢是脚趾头 kick my toe 当然不是啦 right 你可能说 I kick my toe on the table 脚趾踢到左脚之类的 可能说不对 kick my toe on the leg of the table 要讲左脚 可能要leg这个字 这些都不对 我们今天来看 到底踢到脚趾的英文要怎么讲 我也提到过 你有提到过吧 来 anyway 先看第一个 这第一个就 我们都尽量留到后面去 所以第一个还没有 我觉得这个 觉得很酷 希望你有听懂看懂 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来讲解可以听 呃 他的这个写法 前面这个 Is it just me or 是一个很常见的的一种 我们讲说口语的英文啦 写作英文用不到这一个 口语的英文常会用到这种东西 就是他什么时候会出现 好 就是 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我问这个问题是要 希望大家能够 听听说 诶 是只有我有这个问题吗 还是你们也有呢 例如说 我们突然间 大家一起在打扑克牌 然后 我好像 闻到一股臭味 那我就想说 诶 是只有我闻到 还是大家都闻到有个臭味啊 这样 我不是要说有人放屁 或之类的 那很明显嘛 我讲的可能是 例如说有股烧焦味或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我 我当然可以问 do you guys smell it 大家有闻到吗 do you guys smell it 那 可是我也可以把它换成说 是只有我 还是你们也有闻到啊 对不对 这样大家听懂了 只有我还是你们也有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问成 is it just me or do you guys smell some kind of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子 OK 所以他就会说 is it just me 只有我吗 or 还是 然后把你的问句 丢下去 OK 丢下去 所以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片语 也无所谓 is it just me or 怎么样 这样子 那所以他接下来真正的问题 就是后面的部分了 does every man use 什么什么东西 does every man 是不是每个男人都 用一个这个handheld hose 手持的 手持的 那hose呢 我们讲的是那一种 软管 水管 那可是如果一般只讲水管 可能是pipe这个字 那这个hose就软管 那你如果说像在那个 花园里面啊 浇花啦 草皮上啦那一种 也一样 我们就叫它garden hose garden hose 那如果是那个脸膨头里面那一种 那我们就叫它shower hose 就ok了这样 所以是只有我 还是每个男人都会用这一种 手持的这一种软管 in a shower right 来干嘛呢 来过头的清理他们的屁股 to excessively excessively就是过头的 clean their arsehole 英国的辟言叫arshole 美国就asshole 所以arse 你不要想说他拼错 他没有拼错 这英式的拼法 clean their arsehole 所以清到一个程度 以至于会做以下的行为 或发生以下的东西 所以to the extent ok 所以extend这个字就程度 那到一个什么程度 它的解析词就固定了to 所以你要记得或许是to这个地方 ok so people to demand 是男人有没有 excessively clean their arsehole to the extent of 这样这样 ok 所以清到什么程度 of 把你的屁股的 骨夹都打开 来能够清到横身里面去 to potting cheeks cheek就脸颊 那屁股当然就骨夹 get right in there 就深深弄进去 这样 好 这画面我们就let's not go there 那最后一个就是 还没讲完 最后一点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一样 清得那么干净 以至于屁股都打开 清得越深越好 以及你会享受它 享受到超过你应该享受的程度 后面怎么解释 enjoy it more than they should why shouldn't they enjoy it 大概是因为这样 我们讲传统上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异性恋人的男生 你应该是不会喜欢被钢交的 ok so it's probably something you would not enjoy 大概会是一个你不会享受的东西 而你如果有享受到超过你应该享受的程度 你或许就会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有点之类的 ok 或倾向上或什么之类的 you question yourself 所以他最后才是会这样子问说 你如果享受到连屁股都会掰开来这样子的话 and are you enjoying it more than you should 希望你有听懂了 ok 这我们第二个故事 来 接下来往下看 下一个就要看到这个 踢到脚趾头了 如果你有看荧幕已经偷看到了 所以 这人说很可爱的一个故事 occasionally I walk around my home with my eyes closed to see if I would be able to cope if I suddenly became blind 这里应该就一个句点 那逗点后才是so far the results are 这样解下去 好 没关系 我们先再看下去 再闯开一次 对不起 occasionally就是偶尔 偶尔他会在家走来走去 然后是眼睛闭起来的状况下 so I walk around my home with my eyes closed 那我为什么把这个with my eyes closed 给他出体化起来呢 因为这个有时候会用在另外一些内容里面 就是那种我如果觉得我做一件事情 是已经轻而易举的时候 我就可以说我闭着眼都能做这件事情了 这个我闭着眼都能怎样 英文怎么说 就是这个片语 所以例如说我可以 我去打保龄球 随便都可以打到200分以上 I can get more than 200 points with my eyes closed 就这么用 听起来不困难吧 但他这里并不是用在这一个 我闭着眼都能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语境里就是 他说的是有时候我就会眼睛闭起来 在家走来走去 occasionally I walk around my home with my eyes closed 为了要干嘛 in order to see 为了要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办得到的 in order被省掉了 to see if I would be able to cope 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来去适应这一切 也就是如果我有一天竟然变瞎了 ok so to see if I would be able to cope if I suddenly became blind 如果我突然间瞎掉了 suddenly became blind 句点 目前为止我的结果怎样 so far the results are 好结果是我眼睛一直在看上面 因为有只蚊子停在墙上 我又不想停止录影 他又飞走了 会长东西 好anyway 在我眼前 我把打 先不要好了 我们先把它录完 我们不干涉这个节目的进行 好 so far the results 结果是什么呢 stopped toes 踢到脚趾16次 16 times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 踢到脚趾叫做 stubbed stubbed 然后 我这边的 这个我的空格放错了 应该这边是个5 然后呢 额头去撞到 smashed foreheads 5 5次去撞额头 那还有一个东西 完全没有发生过 就是shame 一点都不觉得丢脸 ok 踢到脚趾16次 撞到额头5次 一点都不觉得丢脸 0次 这样子 好所以这就是 踢到脚趾头的一个概念 叫stop 那stop这个字我们再多讲 多一点点 好 另外一个名词用法 这个stop 就是断掉的残留的东西 叫做stop 用在什么地方 用个最简单的 像例如说 你去看个电影票 去看个电影 你电影撕完票 然后还给你票根 对不对 那个票根的英文就叫做ticket ticket stop ok ticket stop 所以不是stop 不是停止 stop 他是短音的a 短音的stop ticket stop ok 那还有像是例如说 去登机登机证 那可能登机证留下来 那个小小的存根 如果说今天你是出国旅行的话 然后你是公司的暴障的话 机票是公司帮你出的话 你就可能要留着这个ticket stop 你的boarding pass的stop 来去暴障 所以stop这个字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那刚刚讲的这个stop toe 就是我们说 他就要踢到脚趾头16次 可是如果肩膀 换成一个句子怎么办 难道你要说是I got stop toe 不是 你可以用动词来说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说 踢到桌脚有没有 所以如果讲说 I stopped my toe on the table 你觉得够不够 I stopped my toe on the table 你会不会以为是踢到桌面 应该不会吧 所以我刚查了一下 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就是他们一般把桌脚的脚 是省略掉不用讲的 ok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开始讲说 怎么没有不见得是完全零可能 你如果今天站在一个楼梯上 然后你在那边做工作 结果不小心楼梯跟桌子等高 然后你的脚就不小心踢到桌子的桌面 就外国人很想去想一些这种 额外的可能性 然后他们就想办法把一个说法 讲得更圆融一点 希望大概是这样 但总之扯了半天 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 这个lag一般就不要讲了 ok 所以除了on之外 用against也是有的 i stubbed my toe against the table or against the table leg 之类的也有看到这样用法就是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这个叫做 踢到脚趾头 ok 踢到脚趾头 所以stubbed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字 stubbed stubbed toe cool 好 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要来答蚊子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